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杨阳说史 我是你们的解说,杨阳 随着1840年,英国用他们的强军力气 砸开了我国清政府的大门 也砸碎了大清,自视为地球第一愚蠢想法 至此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很多羞耻的条约 随即开始认识到错误,开始了洋务运动 但是已经迟了 那时候的周边国家日本早就有了公我天朝的意思 在经历了一次明治维新后,他们的国力更是上涨 慈禧却称弹丸之国不必在意 直到导弹打到他的头上才承认自己的错误 看到了当时的清政府这么的脆弱不堪 这块放在砧板上的肥肉自然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之后又出现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一记圆命运被打砸抢烧 清政府自然也无力抵抗才出现了后来的军阀斗争 以及混乱不堪的民国时代 直到袁世凯逼抚一下位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才宣布告破 日本对我国的清政府领土自然垂涎欲低 就不说之前的维满洲国了 对我国的山东地区也虎视眈眈 这也和巴黎和会有一定的联系 欧洲列强都想吃一块肉 自然也不想任由日本开口开始反对 而在这之中 美国的声音最为响亮 他不仅在这首先承认了中华民国的位置 也是为了拉拢我国 对他放松一点 于是在大会上说 日本别妄想吞并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 但是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我们的帮助 自己强才是最厉害的武器 美国也看中的是自己的利益 加油吧 我的中华 好了本期洋洋说史就到这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振 喜欢我的点个赞关注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